二零二四國慶焰火 昨天在雲林湖偉高鐵特區 施放 吸引了超過三十萬人到場 周邊的道路管制 並且放置了造型拱門 而今天會場周邊部分的道路 還是在管制的狀態 但是卻沒有警方交管 一輛載著三十七名文昌國小 師生的遊覽車 司機疑似 沒有注意到三公尺線高的標誌 衝撞了拱門 遊覽車衝撞拱門 造成了一名學生被碎玻璃 輕微割傷 其餘的師生沒有大礙 遊覽車前擋風玻璃破裂 拱門傾倒 而校方也表示 上午是有兩名老師 帶著三十五名的學生 去校外的游泳課 意外發生之後 也緊急調來另一部的遊覽車接駁 課程照常進行 雲林縣政府就強調 昨天晚上焰火管理的民眾太多 顧及到安全 表定今天 拆除周邊的設施 在今天下午三點就全區 進空恢復道路的通行